肯尼亞和外國的司法鑑定專家 繼續在來羅北西門革密中心的牙齒當中搜尋 隨著更多屍體被找到 預計這次持續四天的恐怖襲擊 造成的死亡人數將會繼續上升 已經證實至少有67人死亡 與基地組織有聯繫的索馬里激進組織青年黨說 對西門革密中心的襲擊是該組織所策劃 肯尼亞內政部長倫富 呼籲民眾在當局設法確定襲擊者的身份之際內心等待